这是取自一个迪卡的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考了五年之后 他最后决定放弃他回到职场的一个事情 那么以下我就会就他的经历分成五个区块 然后去跟你探讨他的事情 那你应该要怎么样透过他这个案例去反思 如果你现在已经准备了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你也正在思考是应该要边找工作边考 还是你应该要放弃重新面对你的人生 还是应该要继续坚持 你可以用这五个面向去思考 首先第一个叫做考试经历 这个同学五年间他参加了多个国家考试 包括高普考特考还有各种考试 他其实还要考国营 有时候落榜差很大 有时候只差两三分 其实在那个留言串当中很多人都告诉他 你可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什么都考 你没有专注一个考试 那这个也是很多同学会投入国家考试之后 常要面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你会觉得说这个我一开始进来考的时候 听说国营好考啊 我就考这个邮局啊 我比较好考马克募少啊 我又听说这个五等也不错啊 补习班跟我讲说你准备这个以后再加一颗 就可以考这个加两颗考那个 然后哇好像大补铁什么都考 考的项目越多你越乱 你无法专注你根本不可能在考试上取得好的成绩 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去考虑的 你应该要专注一个类组就好好的去考它 而不是常常换类组什么都考考看 这样子呢其实比较难找到一个方向 然后稳步的前进去进步然后去考取 第二个部分他的心路历程 他说呢每次考完之后都会告诉自己 啊我们要加油下次啊 居努力 可是他压力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然后家人呢本来是支持他的 到后来家人也看不下去 冷眼啊嘲讽啊或者是朋友啊或者邻居啊 都会说哎你考上了没有 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这种问你考上了没有 其实啊我跟你讲不是充满善意 某一个程度上啊都有一种浅尝一种 你考上了没有那种味道 所以就算对方没有了意思 但是你问这个句话就是很难 让被问到的人会舒服 所以呢这个心路历程是很多人也都遇到 所以我曾经做过节目跟大家讲 你不要告诉别人你要考国家考试 这样你的压力才会减到最低啊 只要告诉你最亲近的人就好了 这是你自己心理上的压力 一直考不上最后就觉得 自己信心越来越被打击 从自我勉励到自我放弃 第三个是现实的压力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济的压力 年龄的压力 像这个同学呢他那时候30岁 到现在应该已经35岁了 他po这个文章是在2019年的事情 如果他现在回到职场 应该也有5年的时间呢 感受到的时间的压力 那他就说啦5年的空白的职场 让他呢感到恐惧 对未来充满了茫然 这也是很多同学会遇到的情况 我没有工作我都在考试 靠家里供养或者靠存款供养 但是我这个工作空白期该怎么解释 我的频道有相关的说明 可以吵一下 回到这个问题就是 你要怎么样去考虑你的现实压力 包括经济上的压力 年龄的压力 这也是你必须要去考虑的 你是不是还有那么多时间去准备 你还有没有粮食可以支撑你 第四个就是选择的困境 像这个同学他说啊他会成为全职考生 而不是半工半读 就是因为他身体有一些状况 没有办法半工半读 然后呢他也发现说 这个社会上 尤其是我们台湾对于这种 草市成绩的那种看法 成绩为上的这种看法 他也感到非常的困扰 跟不解 为什么都那么成绩挂帅 让他的压力很大 这个也是现在 为什么大家投入公职 就是说啊长辈都觉得公职好啊 这种来自于家人的压力 然后还有就是也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忙来 那有些人会半工半读 也就是会坚持去考试 那又会觉得体力不够 时间不够 像例如说我最近要辅导的学员 他也是面临我到底要先工作 还是先准备考试 还有他可能有马上就要考上的这个压力 不然他就要马上去工作等等等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经济上到底要全职还是兼职 都有他不一样的困境 然后加上这个社会的价值 对于这种考试的评判的价值 也都会让人充满了压力 这也是你都需要去仔细去评估跟思考 最后这个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应该要反省 如果我考了一段时间都没考上 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我就应该要走别条路线 这就不是我的赛道 这是别人的赛道 我应该要离开这个赛道 所以呢 这个作者呼吁说啊 你不仅要追求成功 你也要承担失败的勇气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棒的 你必须要接受 你可能就是考不上的命运 然后你要给自己一个实现 做好你的人生未来的规划 我是蛮认同这个 虽然说我们都会叫同学不要放弃 要考到上为止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考分数的落差其大 或许你真的需要去思考 你的停损在哪里 而不是说一昧的无止境的考 无止境的考 但是如果你每次考都差个几分而已 我就会建议你 其实应该要再努力一下 再坚持一下 那我之前也在节目讲到说 其实就算你没有考上 你真的已经拼尽全力 你已经了五遗憾 那你也不用觉得 感到对自己失望 代表你还有更多不同的人生的路线可以走 或许你有一天过了十年再回头看 你当时考这个高普考 你会发现考不上 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祝福 也说不定 才造就了现在的你 这就是这一期呢 五年考不上的一个自我反省的一个案例 我把它整理成五个面向 它的故事和你应该要去思考的方向 让你去思考跟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跟启发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